網球女單 其實本來有另外一位強含的戰將 也就是外號網球精靈的張凱真 她一路殺進了四強戰 但是因為昨天網球中心 訂的便當有問題 那麼張凱真她也有吃 之後就不斷地拉肚子 也影響到今天的表現 再加上她的腹肌拉傷 沒有辦法用力發球 最後連兩盤都不敵泰國選手 會也失利 並列銅牌 不過她說她並不會怪大會 她不會拿問題便當 來當成是藉口 因為其實飲食 也是選手自己該注意的事 但她的表情看起來 還是難掩失落 台灣網球精靈張凱真 女子單打準決賽 強忍腹部拉傷 帶傷上陣 第一局就先被泰國選手 破了八球局 最後首盤更以2比6 率先吞下一半 但張凱真穩住正腳 第二盤雖然前五局 以1比5比數落後 但第七局開始激起直追 中海正在滿場球迷歡呼中 到第十局追成5比5平手 第十一局再攻下一分 只可惜最後不敵泰國選手攻勢 接連追上最終以6比7 連吞兩敗 無緣搶金 身體一直負荷的很大 所以沒有辦法去執行 我想要做的戰略 那這個部分是讓我還滿難過的 拉傷的部分也是影響很大 因為我在發球的部分 其實可以大家看得滿明顯的 我沒有辦法用力 張凱真表情難眼落寞 因為打從前一天賽事 就因為腹痛腹瀉 球賽一路打得艱辛 今天早上還有昨天晚上 一直都有在腹瀉的狀況 比賽其實是會很辛苦的 因為你流失的已經很多了 對 所以其實這點 我還滿為我們中華隊難過 便當事件讓張凱真 罰球威力銳減 苦戰未免失利 但仍為台灣在世大運 網球賽事中拿下銅牌榮耀